越好书越青春 大家好 我是青春有你李正宁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是来自于 畅销书作家张佳琪创作的一部 暖心立作 你终将成为让自己仰慕的人 全书一共分为五集 每一集都有自己的主题 作者会用一个一个小故事 捕捉痕迹地将读者带入故事的情境 让读者深陷其中 文字的节奏收放自如 之后再用犀利的情节转折 让读者醍醐灌顶 心灵受到强烈冲击 全书一共四十四个短篇 整本书的行文风格 真实犀利 温暖励志 基本上在每篇文章里 都能看到自己和朋友们的影子 这些故事里由我们的青春年少 骄傲倔强 为爱痴狂 张佳琪说 这是一本写给千万年轻人的勇气之书 鼓励年轻人在面对现实的撞击 或者人生地迷的时候 永不畏惧 但是在我看来 不管是还会步入社会的少年人 为事业生活所困的青年人 还是背负着种种责任的中年人 已步入人生系昂的老年人 无论是哪一种人生 无论是人生的哪个阶段 这些奋斗的时光都是最美好的 如同书名一般让自己仰慕 其实并非让他人仰慕 仰慕是对自我的一种认同 经历过后我们感谢所有的寄予 虽然一路封城 但是对自己的人生依然认真对待 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越好书越青春 以上是本期的好书推荐 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